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原子量呢 是一个相对质量 所以它没有单位 都是拿一个原子 去跟碳12呢 我们定为12.0000 这样去做比较 所以我们知道碳13呢 去比较完了以后 刚好算出来会是13.003355 但是我们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只是定出一个相对的数字 这样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其实有的 其实这个呢 我们还是可以实际的应用在真正的单位上面 如果今天呢 我们用莫尔数的模式呢 来看以莫尔的碳原子的话 以莫尔数来记的话呢 那么刚好以MOL就是莫尔 以莫尔的碳原子 而且是碳12原子呢 它的质量呢 各位知道是多少吗 各位知道是多少吗 的质量 恰巧呢 就是12.0000公克 OK 所以呢 当我们用莫尔数记的时候呢 以莫尔的碳12的质量 就是12.0000克 所以聪明的你一定知道 所以聪明的你一定知道 以莫尔的碳13呢 它的质量应该要是多少 一样嘛 就会跟它原子量的数字是一样的 也就是13.003355克 我们再提醒一次 什么叫做莫尔 莫尔呢 就代表的是一个个数的单位 它代表的是6.02 乘以10的23次方个 化学如果没有这个单位的话 我们要讲说有6.02乘以10的23次方个 碳原子的质量是12克 你不是会疯掉吗 所以如果我们能说 以莫尔碳12的这个质量 就恰巧是12克 这样子我们就好描述多啦 那如果呢 今天你真的说 哎 光学长 我不想要用莫尔数记 我想要用个数 来做计算的话呢 也就是说 一个 碳12 的质量 一个碳12的质量呢 是多少呢 哎 那当然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算 它是几克重了的话 不是就是12.0000 这是一莫尔的质量嘛 那每一莫尔有6.02乘以10的23次方个 所以一个碳12的质量呢 如果我们用克当单位的话 是长这个样子 可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数字会丑到不行啊 而且呢 而且呢 会是10的呢 负23次方 所以呢 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单位 就是碳12的质量的质量呢 也还是给它叫做12.0000 只是后面呢 给它的单位叫做 AMU 这个AMU 这个AMU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AMU呢 其实就是 atomic mass unit 的缩写 atomic 就是原子 mass 是质量 unit 是单位 所以呢 这个AMU呢 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质量单位哦 就跟克啊 公斤啊 是一样的 都是质量的单位 只是呢 这个质量单位呢 特别方便 用来描述原子的质量 就很像说 你如果要用公尺 来描述原子的大小的话 会很困难 所以呢 我们喜欢用I 一I呢 差不多是等于 10的负10公尺 我们喜欢用I呢 来描述原子的大小 那同样的呢 我们喜欢用AMU呢 去描述一个原子的质量 所以这样子你就知道 你的碳13 一个碳13的质量是多少 不是就也是13 点003355 AMU吗 OK 一个碳13呢 它的质量 OK 那我们之前讲的碳跟 碳12跟碳13的原子量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相对量 所以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碳 或者是两个或三个 我们就是讲这个元素 它的原子量是多少 而当我们在讨论 这个莫尔数计 或者是各数计的 这个碳的质量的时候呢 我们在讲的是 一莫尔的碳12的质量 是12.000克 所以同样的两莫尔的碳12的质量呢 就是24.000克了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AMU呢 AMU的定义是什么 AMU的定义其实呢 就是12分之1个碳12原子的质量 碳12的质量 这样子的质量就会等于 EAMU 所以EAMU是几克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一个碳原子的质量 碳12的质量呢 是12.000AMU 然后呢 也等于 多少 6.02 乘以10的23次方当作除数 OK 12.000 去除以6.02 乘以10的23次方克 OK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12.000AMU 其实呢 就是等于6.02 乘以10的23次方 分之 12.000 12.000克 所以我们上下 不是可以同样的约分吗 这边就变成 EAMU 其实呢 就是等于1克 然后去除以 1more的这个个数 也就是6.02 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呢 EAMU 等于 这么多克 同样的 1克会等于多少AMU 就倒过来咯 1克就等于6.02 乘以10的23次方AMU 这样子 关于原子的质量 用各数计的 算出来是AMU 跟用more数计 然后呢 单位是克 的这个部分 你熟悉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